美国涉案信托基金理事会8月31日公布年度报告指出 大多数美国人退休后所依赖的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将在12年后及2033年耗尽资金 这比2020年4月时预期的又提早一年 这将可能导致退休金减少并增加美国老年人的医疗成本 如果国会到那时还不采取行动 社会保障法将全面削减退休人员20%的福利 涉案信托基金理事会预估到2023年之前 美国死亡率将较2020年的数据提高 2021年与2022年的新增移民人数婴儿出生数则将双双走低 劳工生产力美国经济产出表现都在疫情波及下而降低 美国财政部表示 预计工人生产力水平和GDP将永久性下降1% 这些短期数据的改变及推估 对于涉案金计划的前景都造成重大影响 此外与去年预测的一样 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医院保险基金将会在2026年枯竭 届时 医生 医院和疗养院将无法从医疗保险中获得全部福利 而患者可能要承受保险范围的削减 8月31日 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了一项名为 《归国人员紧急遣返援助的法案》 该法案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拨出最多1000万美元 用于向美国撤军后从阿富汗返回的美国公民提供临时援助 该法案目前正等待总统拜登签署 此外 加州洛杉矶县监视会8月31日投票 批准一项动议 欢迎和支持阿富汗难民和返回的军事人员 提供包括就业和住房在内的一系列服务 包括现金援助 医疗和心理保健 劳动力发展和移民法律援助 该动议还要求对所有返回的军人可用的服务进行评估 监视谢尔达·索利斯建议县首席执行官成立阿富汗难民工作队 并与联邦 州和非政府机构协调 为来到洛杉矶县的阿富汗国民提供资源 8月31日 加州财政税收委员会发言人丹尼尔·塔哈拉表示 首批约60万笔款项 共计约3.54亿美元的金州刺激金 于上周五直接汇入了符合资格的居民账户中 许多年收入不超过7万5千美元的加州居民已经收到了600美元 对于那些没有提供银行账户信息的人 大约需要三周时间给他们邮寄纸质支票 已经报税的居民不需要做其他任何事情来获得付款 申报2020年税表的截止日期是10月15日 日前 加州两大港口洛杉矶港与长堤港发生严重塞港 44艘货柜船困在港口 由于疫情因素造成的劳动力短缺 假日购物潮等因素 这是自疫情以来最多货柜堵塞的一天 将造成进出口亚洲的货物延迟送达 洛杉矶港的数据显示 船只的平均等待时间增加到了7.6天 南加州海洋交易所执行长卢蒂特表示 正常时停泊的集装箱数量在0到1宿之间 此外 由于美国西海岸港口的拥堵持续加剧 再加上宁波州山港梅山国际集装箱码头 因新冠疫情关闭两周等原因 集装箱运费以创纪录的水平继续上升 最新发布的世界集装箱指数周报数据显示 过去一周来 从上海到洛杉矶的海运成本 以长度为40英尺的国际标准集装箱 增长近400美元 至每集装箱11362美元 而从上海至纽约的海运成本 更是增长超过600美元 至每集装箱14136美元 同时 美国港口贸易还受逆差影响周转不佳 洛杉矶港集装箱的进出口比例已达5比1 而当下美国零售业库存量减少 进一步加剧集装箱港口的卸货压力 世界卫生组织9月1日在美洲例行疫情公告中说 被称为MU的B1621是所谓虚留意变异株 1月间首度在哥伦比亚发现 在其他南美国家与欧洲都有接获通报 该变种有一系列的变异 显示可能具有免疫逃脱特性 世卫组织目前辨识出四种新冠高关注变异株 包括目前在193个国家现中的阿尔法 以及在170个国家出现的德尔塔 另有包括MU在内的5个变种需要监控 慢慢的说散布 また在中共中的胎截 Nazi 谢谢观看